這邊圖高 電子遊藝場前白衣男狂叫囂 看起來跟黑衣男在吵架 吵完要走還撿過路邊機車 甚至停車要撿鐵錘 沒想到男子車子直接開到 另一處娃娃機店 狂砸電禮機台 結果玻璃碎滿地 機台都碎成蜘蛛網 就是這名白衣男子 他手上拿著鐵錘 旁邊民眾嚇得閃一邊去 現場還有多名孩童 目擊這暴力場面 所以家長都是小朋友拉著 就全部衝出來 就是有聽到啵啵啵 可是我們不知道他怎樣做 不是傷害人就是打雜 目擊民眾說白衣男砸台 但沒傷人 要砸還叫人家要躲開 真的超奇怪 事發在高雄左營男子12號凌晨 帶著朋友要他見證 去電子遊藝場 先拿鐵錘砸電視牆 跟店員爆發口叫 又撞毀無辜機車 開車到另一處怒砸吧台娃娃機 兩家店都是同一個老闆 恐怖的報復行為 居然是因為不滿前老闆 丧妻沒送花圈 全案依迴旋罪嫌 移送地檢署申辦 妻子過世卻沒看見前老闆送的花圈 男子心聲不滿 拿鐵錘到前老闆的店面鬧事 遠景隨後也在靈堂抓到飯嫌 情緒不佳怒砸兩店 現在也要付出代價 記者葉正雲高雄報導 老闆